最新消息要看到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宣布带领的政府 已经通过了投票 一致决定将关闭经常发布 煽动性言论的卡达媒体半岛电视台 在以色列境内所有的业务 你可以看到纳坦雅胡开闸了 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 那么之后还也在网上证实 我所领导政府一致决定 关闭以色列半岛电视台的煽动频道 报道声以色列将在每45天 对此法来进行检视 这是刚刚最新的一个消息 请教张军 我觉得纳坦雅胡等于是 以色列的蔡英文 对不对 关中间台 他现在关卡达电视台 只要对他不利的言论 对不对 不管这怎么样 我就是把你关掉 然后演不见为敬 把你关掉 对我觉得这就是等于说 包括美国现在也是在干这种事情 就是美国现在来讲 你看那个学生抗议 他也是通过一些法案 对不对 然后你这些校长 我就把你砍掉 如果说你在这边 不制止学生来讲 会把你砍掉 那纳坦雅胡也做这种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蔡英文也是一样 关中间台不是同样的一个 同样一个套路在做吗 所以我觉得 越是这种专制政权的国家 原来自己讲自己是民主 对不对 就反而都是在做一些 前置言论自由的事情 那有关于以色列来讲的话 我觉得现在跟这个哈马斯 后面本来要讲 我这边特别就顺便直接讲 我们现在看到在中东的部分 哈马斯的消息人士表示 5月4号在开罗跟以色列停火谈判 无果而终 5月5号进行新论谈判 特别外交部认为巴勒斯坦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承认将是对以色列的打击 5月5号伊拉克民兵伊斯兰抵抗组织表示5月4号使用了巡航导弹针对以色列最大港口海伐港发动袭击 这个他们两边谈判 其实全世界都在关注 然后昨天传出来讯息 是说外电报表是说有重大的一个进展 那当然如果说是以哈双方来讲的话 能够有重大进展能够停火来讲 当然是人道上面很重要一件事情 但是目前来讲你仔细去看他们谈判的条件 你就觉得说中间太 这个要达成的可能性不高 为什么 第一个我想他们分为三个阶段停火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大家以六周的时间 42天来停火 那停火这段时间来讲 以色列不是这个巴勒斯坦交还给他33个人子 还给以色列 这些这是第一个阶段六周 那第二个阶段也是六周 第二个阶段是六周是做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哈马斯把这个剩余的133个人子 这个全部都还给以色列 然后以色列从中东地区来 从加沙地区来实施撤军 第三个阶段也是六周 各333 三个六 那这六周做什么 就是双方来讲交还对方的遗体 就战使士兵的遗体互相交换 然后美国 它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第三个阶段就是美国保证 这个伊朗 美国保证伊朗会全部撤军 不再永久停火 美国保证 那各位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是哈马斯的领导人 你会同意吗 不 保证以色列 对 保证以色列离开 就不再对攻击拉法地区 对 可是这个新闻令人怀疑 对啊 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可能 对不对 你美国口头保证 那哈马斯肯不肯相信 不 我不认为美国有保证 那讲是这样讲 这个是路透社写的啦 可是没有美国官方都没有承认 那现在还有两个国家制也没有承认 包括哈马斯跟以色列好像也没有承认 目前都是埃及的方法 目前确定的只有第一阶段 就是哈马斯放33个人子 换停火40天 就只有这个 其他都没有确定 所以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 你说今天如果说是哈马斯来讲的话 他会不会愿不愿意相信 信任这个条约签下去以后 而且你知道签这个条约有一个条件 这不是说这个哈马斯分布在中东很多地方 包括卡达也有 对不对 包括这个在加插走廊 对不对 拉法地区 也是有哈马斯的这种领导人 那一定要哈马斯在这个拉法地区的领导人 他愿意签字 然后这个合约才有可能生效 那目前来讲我是觉得说 这个停火的可能性不大 双方来讲还是很大障碍 第一个就纳坦雅胡来讲的话 他如果签击合约不大拉法来讲的话 他那边国内自己极右翼的人 可能会开始攻击他 对极右翼的人就会叫他下台 但是如果说是 他如果说是继续要攻打拉法 然后他的这些人职的家属来讲 又会提出很多的这种 对他提出这种质疑或者是继续抗议 那全世界来讲目前也看得出来 包括土耳其在内已经断 已经截断这个外交 也断了经济的来源 那其他美国来讲 其他各个国家 在国际舆论上面来讲的话 以色列承受不住 他继续对拉法地区进攻的 这种国际舆论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再来都考验着 纳坦雅胡 在双方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要达成和谈的结果 是不太容易的 是 好 现在呢 没有更多的细节 但确定呢 台湾没有进展 但双方都把这个僵局 归咎对方 请教两个 我觉得纳坦雅胡一定会打拉法 一定会打 一定会 因为拖下去 对他自己更不利 那现在就是因为美国有压力 学运的压力 所以希望你冷静40天 然后换33个人子 那哈马斯就是希望 以色列干脆答应撤军 然后他就把所有人子都放 可是以色列说 没有永久撤军这回事 所以就是卡在以色列 事实上以色列目前的民意 百分之七十几是主张要打拉法 全国大部分都是强硬派 事实上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连美国的犹太人都 比较偏 比较偏保守派 虽然说有一些犹太左翼 出来示威 可是都不是多数 所以才会让民主共和两党 受到以色列 或者说犹太金主的 那么大的压力 那拜登现在主要是怕 因为学运现在在热头上 所以是不是可以冷静40天 那可是拜登心里还是觉得 还是要支持以色列打拉法 就是简单讲就是 你不支持他打拉法 他永远就觉得哈马斯还没打完 所以我觉得拜登 拜登是个超级老狐狸 他一定在想 说那就让你去打吧 打到全世界都骂你的时候 我再找到一个新的节点 要你不要打了 或者是就 慫恿以色列人说 你们打得差不多了吧 该换掉他了吧 可是那个时间点还没到 因为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 还没有感受到打拉法会引起多大的指责 或者引起多大的震荡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昨天纽约时后就登了一个新闻 说纽约有两个犹太教的 就类似教堂叫Synago 收到炸弹威胁 那警察很紧张啊 赶快去查 没有这件事 我认为未来这种示威越来越多 就你通过一个法律嘛 把反游扩大定义 现在反习安主义 反以色列也叫反游 哪有人这样搞的啊 所以那些人就干脆就 那我就不要管理法律了 就搞更激进了 所以我跟你讲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你真的不知道啦 可是拜登就是个老狐狸 他就想说 等更多事件发生 我就看你要不要下台 可是为了让更糟糕的事态发生 还是要让他先打 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在算计的啦 他不是在考虑说 会死多少人啊 这个不是他的定义 我的良心会不会不安啊 是 不是 我跟你保证拜登绝对不是这样思考的 他只在想 我怎么样民调可以不要冲击那么大 我可不可以在11月选举前 还有一点缓冲时间 让我来处理这个问题 他想的一定是这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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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